好的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主让小弟有这个机会 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共同来分享 那今天早上 小弟以福音更兴旺为题目 我给大家来学习以及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菲利比书的第一章 菲利比书的第一章 新约圣经279页 我们看十二节 十二节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以至我受的捆索 在义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纳在主里的弟兄 多半因我受的捆索 就都信不已 越发泛胆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十五节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基督纷争 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 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 十七节 那一等传福音 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 意思要加征我捆索的苦楚 十八节 这有何方呢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 无论怎么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这是保罗写信给菲律比教会 上面的一段话 在这个地方 他告诉了我们 他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 纵然他遭遇了各种的困难 遭遇了各种的攻击 遭遇了各种的诽谤 但是十八节这里说 这有何方呢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 无论怎么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保罗在这个地方 用两个欢喜来述说的 将福音被传开的那样的喜悦 但是我们要知道 菲律比书是保罗在 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 所写的书信 当时在罗马监狱的 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 他写下了菲律比书 各都十一书 一幅所书 那有菲律比门书 这些书信 对我们后代的 每一个信基督的人 都有很大的造就 为此我们就想 以一个在失去自由的 一个保罗 他竟然用在信上 告诉的 菲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因为福音的传开 他是翻喜加上翻喜 同时在十一十二节这里说到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亡 因此我们来想 保罗他是如何被捉到 罗马的监狱里面去的 祖后五十七年 他回到了耶路撒冷 就被控告了 这一控告让他就开始进入到 监狱里面的生活 失去了自由 到了祖后五六十年 他被送往了罗马 因为他要散告罗马皇帝 在这段期间里面 罗马政府给了被告的人 有分数的机会 所以保罗就借着 这样分数的机会 为自己来分数 同时也是宣扬主的复活 这件事情 让他感受一定非常的深刻 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了他 将来你要在君王面前 来见证主的复活 但是他真的没想到 他是因为被关在监狼里面以后 他有了这样的机会 因此我们在想在各种 让他有各种 好几次的分数里面 他曾经向了犹太人 向了祭司 也向了罗马的两任的总督 也向了叙利王亚吉帕 以及他的妹妹乃吉曼 甚至到了罗马以后 他向了犹太人的首领 都做出了这样的见证 所以对保罗来讲 这样的经历非常的特别 一个被关在监狼里面的人 竟然有这样 借着分数的机会 竟然完成了 主耶稣所托付他的工作 那就是在君王面前 能够去宣扬主的复活 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的 22章到28章里面 我们就看到保罗如何在 众人的面前 借着分数来传扬主的复活 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的1章13节这里说 以致我受的捆索 在欲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显明视为基督的缘故 很显然的 为了传福音 那些所遭受的艰难 所受到的毁谤 所受到的攻击 甚至失去的自由 对保罗来讲 这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是要将福音来传出去 因此他告诉了提摩泰 这么一句话 我们看提摩泰后书的第二章 提摩泰后书的第二章 我们看第九节 提摩泰后书二章九节 在新约圣经的303页 第九节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这是保罗写信给他的学生 提摩泰所上面的一句话 提摩泰后书是保罗第二次 被关在罗马军医里面所写的 也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 从此保罗就在罗马这个地方 为主寻道 最后一封信 他竟然已经告诉了提摩泰 我为这个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虽然保罗在这个地方 恐怕没有办法继续来传福音 但是他相信 神的福音将会借着 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不断地向外来宣传的 宣扬出去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使徒时代里面 当教会的弟兄姐妹 受到很大的逼迫的时候 就如保罗在逼迫基督徒一样 那时候门徒开始试散 可是这样试散的结果 却也造成福音开始向了 各个地方去传开来 这样费力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 将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 那在耶路撒冷的 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 知道了以后 就差派了彼得约翰 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 去关心他们的信仰 也问他们 你们收洗之后 得了圣灵的没用 所以我们从保罗的身上 从使徒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热心 这样迫切的心 去传福音 在他们身上 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就是醒悟的人生 是被圣灵的爱所激励的 我们来看提摩泰前书的第一章 提摩泰前书的第一章十二节 提摩泰前书一章十二节 十二节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他以我有中心派我扶持他 十三节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是逼迫人的 是无慢人的 然而我还能蒙人怜悯 因我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 使我在基督里面有信心有爱心 十五节 基督耶稣降世为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的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 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一切他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作为榜样 这是保罗写给提摩泰上面的一句话 他告诉了我们 他在数算他的一生当中 他的悔悟 以及他如何领受主的恩典 以及他已经告诉了我们 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迫切的心 做成主耶稣要他去做的工作 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他说是靠着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 然后呢 第十三节他就告诉了我们 他开始怎么样 他自述他自己的过去 我从前是一个亵渎神 是逼迫人 是五万人的 这一句话 连告诉了保罗 在他还没有信徒之前 他是如何来逼迫基督徒的 但是他后面那一句话告诉了我们 然而他我还蒙了怜悯 原来主耶稣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 拣选了他 让他成为主的门徒 也让他拆遣他成为使徒 这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救赎的过程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可以说到 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 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 这也就成为他今天能够那样的迫切的心 向着所有的为信主的人那样 传福音的这样一个热忱的心 但我们想他是一个 深受一个良好的法律赛人的教育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来讲 一个受过如此美好教育的法律赛人 在整个社会里面是非常受人家尊重的 可是他愿意放弃了这一切 去跟随了主耶稣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开始反省到他自己 人我们都去经过醒悟以后 反省之后 那么我们最能够去感受到主耶稣的爱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 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底 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我们看十七节 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七节 十七节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这是一个让子的时候 一个让子 他拿着父亲 他应该得的彩彩之后 到了外面去过他自己的生活 到底这个钱不是他自己努力来的 他尽管他用他自己的方法 去享受他所得来的这些 当他把所得来的都已经花完了之后 他开始过得非常辛苦的生活 他到了人家那边去做工 结果他发现 他的待遇竟然还不如一只猪 因此他就开始在那边想到 十七节他就醒悟过来 让我们人生都是经过了这样一些苦难 或者经过某些事情的一些刺激之后 我们就醒悟过来 对这个让子来讲 醒悟的过程是他今天能后来能够得到父亲的爱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多少的口粮 我倒在这边饿死吗 所以他要到父亲那里 像父亲说我得罪了一天又得罪了你 十九节这里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要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这里面他告诉了我们 他原来是父亲的儿子 但是他现在想回来 但是他愿意成为一个故宫 这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让子他想回到父家 但是他心里非常的害怕 害怕家里的人是否因为他过去这样子的 悖逆的父亲的话 又自己自作主张的 去将家里的给他的那些财产都已经花完了 现在还要回到这个家 他要来靠父亲 可是父亲不知道会不会接受他 他的哥哥会不会接受他 在他心里面就呈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我想回来 但是我如何去面对我家里的人 所以从这个地方让我们去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当一个让子在外面时间久了以后 我们是否能够就很容易回到教会里面来呢 我想到谈到这个题目 就是因为这次小弟被奉差遣到了松山教会 那因为松山教会 我常常会告诉我自己 松山教会是我的母会 可是我并非在松山教会受洗的 我之所以会把松山教会称为母会 对我来讲那是一个人生里面 在信仰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的教会 因为在那回到松山教会之前 我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踏入过教会 因为工作很难 帮一家之后 到了我哥哥那边跟我哥哥一起住了之后 那工作非常的忙 忙也就是没有特别去注意说应该去聚会 我的母亲也很忙 所以也没有特别注意到 那同时我的母亲她不试字 也不认得路 她需要靠我 那也是这样子的 两个人都因此而忙而忙 所以很长的时间没有到教会 后来小弟跟着这个学校毕业 就是工作 又是当兵 又是工作 那一段时间里面 没有安息日 对小弟来讲 没有安息日的 工厂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 都要加班 一直到了这件事情会回到的教会里面 说起来是一个 现在想起来应该算是圣灵的带领吧 带我一个去工厂上班的时间的时候 坐在公车上 那天刚好坐在窗户的旁边 那我就会在外面看 把眼睛看到外面 在经过松山教会那一段路的时候 突然间我的眼睛向上飘 看到了真耶稣教会四个字 我说哇 看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在车上在那边算的 哇 好久没有到教会了 所以那天回去了之后 回到家里 我就跟我母亲讲 我在永基督看到教会了 我的母亲马上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站了起来 跑到我的面前 用一个很期望的眼光看着我 那你带我去好吗 那所以我就找了时间 从家里 那时候我们是住在松山山子那里 林口界那里 所以我就从那个地方带着我母亲 走那段松山路 然后到了永基路走转 然后直接带到教会 我要她的就是认得这条路 然后也从那个地方把她带回来 也教她认得怎么样回到家里 然后教她怎么坐公车去到教会 从此以后我的母亲就是 那个时候开始她回到了教会 她能够自己从家里面走路到教会 然后坐公车也好 坐走路也好 这也是她 虽然说住在台北几十年 六十几年 她也只认得这条路 其他的大概都不知道了 除非家里附近的 几百公尺范围内 她常走的她可以 走最远的这条路就是从家里到教会 教会到家里坐公车 那后来因为我结了会以后 我就用计程车带 到了半岛南京东路的时候 我也是用计程车带 那时候我就教她怎么坐公车 怎么回到家里 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回到家里 所以回到这个神的家 这个就是松山教会 所以对我来讲 那一个路过永吉路 那瞬间一看了的时候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刻 所以我心中那时候非常的激动 那更让我激动的是 虽然是我回到的教会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守安息日 因为那个都是在上班 都在加班 直到我能够去当了店员之后 我的母亲才说 这样不行 这个孩子都没有去教会守安息日不行 所以他就 因为老板有熟 是透过朋友介绍的 所以他就透过这个朋友 去告诉老板说 你要让这个孩子 礼拜六的时候去会堂 感谢主 那个本来员工只有我一个 我在当店员的时候 本来开始的时候 员工只有一个 那我在当店员的时候 那个店是没有门的 只有玻璃柜 就像百货公司一样 是以前的光华商场 就像百货公司一样 是没有门的 大家都是玻璃柜 所以你必须身为员工的 你必须在十点开门的时候 你必须要到 否则人家随便一个一翻身 马上就进到柜里面 东西就拿走了 所以人家交代你的工作 那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去尽责的 去守的 但那个很感谢主的是 在那个时候老板就 刚好也有请了员工 所以他也自己早上也可以来 因为我那时候老板也还很年轻 他身边还带了一个孩子 所以他很早 早上会比较晚上班 然后会比较早下班 员工只有我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刚好 我的母亲有这样的 跟老板这样说 所以让我能够回到 能够很正常的在安息日的时候 到教会来聚会 所以对于我来讲 松山教会就我们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短折 因为透过这样子的管折 让我感受到 当一个浪子 他才向父亲来说说的 他想要回家的时候 他心中的那样的挣扎 那是一段非常的 很挣扎的一个心 也就是说 我想踏入这个教会里面去 但是 我如何去面对教会的 这些弟兄姐妹 因此我在 我的母亲她回到教会之后 不久 我就生了一场病 那一场病让我在船上躺了 大概有好几天的时间 但是很感谢主的 就是那一段时间里面的 船到教会的长者 还有弟兄姐妹 到我家里来访问 她来看望我 也为我祷告 这件事情让我很感谢主 怎么样是被神所拥抱 就是当你在那个最需要的时候 当你发觉到你很久没有来到教会 心中一直纪念的主耶稣如何来拣选他 让他成为一个使徒 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 我们看四十七节 四十七节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这是主耶稣所告诉的一个法利赛人 他所说的一句话 这位法利赛人迎接他 请他到他家吃饭 但是我们看路加福音这个地方 来称呼这一个奉献的这个 向他打香膏在主耶稣圣上的人 他如何来称呼他呢 是在第三十七节那里 这个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路加福音用罪人来形容这一个妇人 然后看到的是一个法利赛人 请主耶稣到他家里吃饭 那这个法利赛人说 法利赛人看见这事 这是记载在三十九节 法利赛人看见这事 心里说这个人若是先知必知到 摸他的是谁 是怎样的女人 是乃是个罪人 这是当时的世代里面 大家对于罪人的一个普遍的看法 不愿意与罪人一起吃饭 不愿意与罪人乃交往 但是主耶稣并不会如此 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愿意去拣选 罪人成为他的门徒 那就是马太义就是如此 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了 这个法利赛人说 讲他一个故事 就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 一个欠五十五两因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凡 债主就开恩免得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我们看到这法利赛人 心门怎么回答 他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那耶稣说你断得不错 那主耶稣会讲这一段是要引述 让他自己讲出来 谁的恩比较大呢 就是那个 现在比较多被赦免的一个比较多的人 于是四十四节一直到四十六节这里 他就来告诉了那个法利赛人 这个女人一进来的时候 这个女人向着那女人便对心门说 你看见这个女人 我进了你家 你没给我水洗脚 但这个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来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们感到 从这个地方我们感到一个罪人 他如果去感受到主的爱 他愿意去奉献他一生中 那么重要的向他打香膏 那是因为他能够去感受到 主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 因为他是一个罪人 所以从一个这样的角度 我们去看保罗如何 为什么会这样的 在宣扬主福音上这样的乐者 因为爱在激励的他 我们来看 罗马书的第五章 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三节 罗马书的五章第三节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胖胖 胖胖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示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交换在我们心里 同样的 今天我们都 我们在信了主耶稣之后 我们门了这样的救赎之恩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 每一个人 主耶稣所给我们每一个 很大的一个恩典 但我们是否已经把这样的 救赎之恩常放在心中呢 保罗在这里说到 是所示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交换在我们心里 是交换在我们心里 这让我们就想到 原来在我们一生当中 主的救赎之恩 不断地在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 神是如何的爱我们的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 原来基督的爱 不断地在激励的保罗 让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 如此的热忱 在罗马中总督之间的一个 菲斯都总督曾经说过保罗 你是疯狂的 你是疯狂的 但是保罗自己也说自己是疯狂的 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那个地方 那为什么疯狂 因为味道透切 当别人说你疯狂的是 别人从他的行为上面去看到的 你这个人所行的是非常疯狂的一件事 但是他自己也形容 他味道疯狂 因为为了什么 要为了神的事情 因为为神的基督的领悟 受激励我们 所以从保罗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如此的热忱 去宣扬主的福音 他是所靠的就是圣灵的带领 然后同心做成主公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 《使徒行传》的十三章 我们看第二节 十三章的第二节 在安提亚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 尼杰的西面西古奈 在路球 新丰与丰丰之王西律 同样的马念并扫罗 他们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 说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所招他们所做的功 第三节 于是进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门出去了 第四节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 就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 往基比鲁去 到了萨拉米 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 传讲神的道 也有约翰 就是马可约翰 做他们的帮受 在这段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是 《使徒行传》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圣灵如何拆遣他的功能 去传福音的工作 那这一段所记载的是 巴拿巴还有保罗 被奉召他们出去工作 再次这个也记载的 保罗第一次到海外步道的时候的开始 就是再次从这个地方开始 是被圣灵所拆遣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保罗和巴拿巴 就开始到外去传福音了 在四四节这里 我们看一下四四节这里 四四节 《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的四四节 到了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距离 要听神的道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的多 就满心记录 应伯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回报 四四六节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神的道先将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留神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 这一段来述说的 他们在传道的经过里面 所发生的事情 原来有许多人 犹太人并不接受这样的福音 但是他们是不是这样就放弃呢 我们从五十节那个地方再看五十节 但犹太人挑说前进尊贵的妇女 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 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 五十一节 两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 就往以各列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这段的记载来告诉了我们 门徒他们遇到了被人家赶出去的事情 那可见得他们所传的福音在当地非常受得欢迎 所以在四十五节这里说到 犹太人看见了 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 应伯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诽谤保罗 从这句话的叙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在传福音的事上 那样的用心尽心尽意的去传这样的福音 而且有很多人很喜欢他们的福音 这样的喜欢造成的犹太人心中 非常的不高兴 因为他们满心嫉妒 所以在五十节这里说到 犹太人就挑说 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去逼迫保罗跟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原来他就利用了 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的 有影响力的人来挑售他们 然后叫他们能够再去挑售别人 将他们两个人赶出去 可是五十一节就讲的 两人对着人跺上脚上的尘土就往隔隔链去了 他们并没有受到因为这件事情感到气馁 虽然是被赶出来 这段话正是主耶稣所教导门徒的 你们到了那一个尘如果没有人接待你们的 你们就将脚跺上你们的尘土 离开那个地方和平民和睦的离开那个地方 但是这些堕下的尘土将会做回他们的见证 从这个地方 五十二节就说 门徒就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很显然 他们并没有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 那么圣灵再度的来带领他们 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们 那么很高兴的他继续往下面的路程 在十四章里面我们就看到 他依然在这个地方所遇到被丢石头被赶出去的 然后在十四章里面他更遇到了被丢石头的事情 所以在十四章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 好 我们看第二节 两人在那里 十四章的第二节 两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犯党讲道 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其事 证明他的恩道 很显然的 他们还是按着主的吩咐去传主的福音 有神迹其事在随着 在见证他们所到 但是我们在看到他们将会遇到的事情 在十九节之后 十四章的十九节之后 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汉引各列人来挑唆众人 就用石头打保罗 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二十节 门徒正围着他 他就起来走进城 第二天回同巴拉巴往特比去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好使他们做门徒 就回路斯德以歌念安提阿去了 二十二节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手所信的道 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 又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这段话告诉了我们 虽然他们在这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被人家赶出去了 然后在以歌念这地方有神迹奇事 随着见证他们的道 但是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歌念来 在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 可见得他们在传言不应的过程当中 他们非常的辛苦 他们常常受到生命的危险 但是我们却看到一件事情 他们第二天就同巴那巴 同巴那巴往比特去 不受这个影响 然后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然后呢 二十二节又告诉了我们一件事 他们又回头去到哪里呢 他们又回头 又回路斯德以歌念安提阿去了 原来他们在这个地方 所受到的那些苦难 他们并没有阻挡 不再去回头 他们还继续在往下面路程之后 然后再回头去兼顾 在当时那所接受福音的 众弟兄姐妹 所以二十二节说到 是兼顾门徒的心 却他们横手所信的道 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对他们这些信徒来讲 保罗在他们身在那个地方所遭遇的 他们都看得很清楚 对他们来说 那就是一段艰苦的一个见证 可是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继续这样合作下去 这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虽然他们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被人家赶出去 被人家丢死头 被人家辱骂 被人家控告 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同心的 为主的福音在继续努力的 我们来看菲利比书 他如何来告诉菲利比教会呢 菲利比书的第一章 菲利比书的第一章第五节 菲利比书一章五节 两百七十七页 第五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一段话是在勉励 菲利比教会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因为有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所以保罗在第六节 我深信那在你们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因此要先有同心 同心同功 那才有后面的动的善功 必成全这个功 那这个告诉了我们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无论在做任何的事上 我们要学习与基督同样的心事 就是在保罗在写给菲利比教会的 第二章第五节 二章五节那里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彼此之间 能够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也成为从这个地方 让我们就想到保罗 为什么去特别提醒的菲利比教会 那这个对菲利比教会来讲 那是他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验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再想 为什么福音能够这样的来传开呢 保罗为什么能够靠着圣灵的差遣 去做了这些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段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我们看第六节 这段经节我们在 常常都翻到 也常常在念 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界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第七节 神所示人 除了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是告诉的菲利比教会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界的祷告 凡事界的祷告 对菲利比教会来讲 应该他们有非常深刻的记忆 也是他们的见证 《使徒行传》的十六章 那个地方 就是记得保罗如何将福音 传到了菲利比 那是圣灵差遣他 到了菲利比这个地方来 他们到了菲利比之后 保罗就去先找一个 能够祷告的地方 那就是在河边的地方 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保罗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他就发现了 在那个地方 有一些妇人在那边聚集 他就在那个地方 来传福音给 那个地方的妇人 那其中有一个妇人 名叫里利亚的 就接受了这个福音 这是导罗去 那个祷告的地方 去祷告 然后将这个福音 传给了这个里利亚 第二件事情就是 当他还是继续 常常去 那个祷告的地方的时候 有一个妇人 在他的后面 就不断地来跟他诉说 喊了一些话 很高声地喊说 这些人 这些人是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 是救人的道 这个妇人连续了几天 在保罗的后面 在那边高声喊 这样的高声地喊的 看起来是 帮助保罗 但实际上 从保罗的角度去看 这是在干扰他 于是他反过来 来奉主耶稣的圣名 将这个妇人身上的鬼 赶出去之后 那 这个也是一个 蒙恩的一个妇人 但是这个妇人的蒙恩 并没有给保罗 带来很好的待遇 反而因为这件事情 保罗又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 因为他被告了 因为这个妇人父鬼是 后面有一个主人 可以借着这个妇人 得到许多的利益 但如今保罗将他身上的鬼 赶出去之后 那个利益没有了 这一壮告进了弯牙里面 保罗就进了监狼里面去了 但是就在这个监狼里面 保罗在那一夜里面 就在那边唱诗祷告 他就在那个地方唱诗祷告 然后就在那一夜发生了地震 让每一个犯人都可以有机会 被告的人都有机会来逃跑 但唯独保罗没有 保罗跟希腊没有逃跑 狱主看到这个情况 他吓坏了 因为今天犯人如果都逃跑了 他这个狱主怎么办 他必须要面对自己的问题 他想到的时候 那我该怎么办 那就是得救 所以当保罗就告诉 当这个狱主在那边紧张的时候 保罗就告诉了狱主 我们都在这里 所以他的狱主就反映 我们可以得救 但是保罗就是借着这个得救的 这样的告诉了这个狱主 你们要信靠主耶稣 你们全家就能得救 他也成为菲利比教会的第三个种子 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从菲利比教会的 这样的经历来看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保罗都是在祷告在先的时候 我们发现圣灵就在他们当中来动工 那因此他们就从这个地方 在帮助之下 在菲利比教会 菲利比这个地方就建立了教会 那所以对个义无挂力 凡是借着祷告这件事情 对了菲利比教会来说 他们应该是非常清晰的 非常有记忆的 也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见证 那保罗有没有为自己来祷告呢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我们看十八节 十八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觉 为众圣徒祈求 十九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 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二十节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做了带所恋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境的本分 本分放胆讲论 这就是保罗 他从祷告当中 他看到了圣灵 如何因着他的祷告来代言 所以他劝勉了 所以他劝勉了菲利比教会 凡事要借着祷告 然后在以弗所书这里 又告诉了他们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觉 为众圣徒祈求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 我们要为众圣徒祈求 这是保罗他的祷告的体验当中 非常重要的 但是十九节这里 又告诉了我们 也为我保罗祈求 使我保罗能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 然后可以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并使我照着当境的本分 放胆讲论 那我们想说保罗 在他的俘事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的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 一个主的仆人 他不畏艰难 他不怕被丢死头 当人家在诽谤他的时候 他心难接受 他也不因此而 看作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所要做的就是将 尽快地将福音传开来 但是他这么样有一个 能力的保罗的一个主的仆人 他在各地方还是告诉了 教会的众弟兄姐妹 要为他祷告 要使他能够得着口才 能够犯党 能够假灵福音的奥秘 而且是尽了本分 做传福音的工作 可见得 就是保罗有这样能力的 这一个使徒 他都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 为他来祷告 这也告诉了我们 今天我们在传福的过程里 在教会的整个圣工发展上 祷告这件事情 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 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再看一段事情好了 一章二十三节 两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 主啊 你是照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这一段经节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两人 这两人是指的主的所差遣的使徒 那就是彼得和约翰 他们两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 同样的也被抓到间里面去 被到了工会里面受到的 在那个地方受审 但是他们两个人同样跟保罗一样 他们是借着这样的机会 向他们来分数 向他们来分数 宣扬主的复活 但是在十七节这边有一段话 这些人审判他们的人 去抓他们的人 说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再奉这个名对人讲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被恐 因为这个恐吓 而感到害怕 彼得跟约翰就告诉了他们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的命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吧 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可见得 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屈服 所以这两个人就同被释放 他释放以后 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 主啊 你是照天地海汉其中万物的 这是对于他的祷告文 那我们看到最后三十一节 祷告完了以后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贩党讲论 审得到 同样的他跟保罗一样 都是要借着祷告 圣灵的带领 让他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圣灵如何在我们当中 在动工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发现到 原来使徒们他们能够在那个使徒时代里面 遭遇到那么样大的一个困难 那么大样的逼迫的时代里面 他们能够从这个当中 得到的利养 那就是在祷告中求圣灵的帮助 好 今天早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唱